第131章 死战 两军对峙 阵前一名黑衣少年 手中提拽着两具乌鸦篮子的尸体 身后骑军展开冲锋以前 他将尸体朝董卓方向高高抛向空中 坠地后摔成两滩烂泥 这样的寻衅让董自大骑后的八千骑兵都咬牙切齿 加大力度握住手中力矛 下意识加紧马腹 这些九战沙场的老族都趁间隙 抓紧流星挂钩里的兵器 一旦相互嵌入阵形 早上些许抓住蟒刀 就多一分杀人机会和活命机会 一杆黑底红字的鲜艳大旗迎风招展 这对位于逆风向平原上的董自大军来说 战马奔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缓 只是当老族们抬头望了一眼 那个星红董自顿时心无杂念 只等董将军一声令下 就要将这仅仅半数余己的疲惫之诗碾压成灰 许多旗族心中不约而同 默念一首质朴小摇 董家儿郎马上刀马上矛 死马背死马旁 董卓手中持有一杆绿拳枪 曾是提兵山的镇山之宝 董卓做成了女婿 就被提兵山山主当作女儿嫁妆送出 董卓身后有十八起 战马甲咒都并无异常 只是不像董自其那样 轻一色手中持毛马鞍挂物 兵器怎么趁手怎么来 其中过半人数都腰间玄剑 十八起脸上也无老族独有的肃杀气焰 相对一态闲事 但周围素来一眼高于鼎著称的领兵校尉 没有半点轻视 尤其是望向一名空手坐马背上的轻取老者 都有些由衷敬畏 毕竟提兵山第二把交椅 不是谁都有本事去做的 少年带着一头体型骇人的黑虎 开始奔跑 董卓手中绿拳枪 原本枪尖指地 猛然抬起 向前一点 两军几乎同时展开冲锋 当两支骑军拉开足够距离 并非谁先展开纵马前冲 就一定占优 若是距离过大 一股作气过后 往往士气开始衰竭 低毛递出的通透力也要折损 但是此次对垒而战 碰撞前的双方距离 都可以保证将各自马速和冲击力提至极点 大帝在马蹄锤击下 阵战不止 黄沙弥漫 两线朝头向前 以迅雷之势推进 寻常骑战 不管是口哨还是嘶喊 冲锋时 骑足喜好出生已壮世 一些骑足马术精湛的骑军 在对冲临近时 为了防止战马临阵退缩 损伤速度 都会有甩出遮马布 照住战马双眼 只是四千龙象军和八千董卓军 都尤为反常 皆是没有这类多余举动 骑足与战马同时起伏 充满无声的铁血韵律 以十八骑为首的六十余骑冰山五人 和四千战骑已经冲出 董卓停马而立 身后带着两千游骑 其余两千游骑 绕出一个弧度 避开正面 从左右双方 以锥子阵形刺向兵力 相对薄弱的龙象军 董卓静等一锤定音 双方初次接触 便都是入肉入骨 一名龙象骑和一名董家骑兵 几乎同时将长矛刺透胸甲 战马继续前冲 气毛抽刀 两人侧身而过时 又各自劈出一刀 龙象骑一刀砍去那北蛮子脑袋 无视重创 侧头躲过一毛 正要拼死砍出一刀 给后边董家骑兵一毛挑落 长矛在空中挤压出一个弧度 北梁骑足死前 一手丢出梁刀 一手握住长矛 不让矛尖拔出身躯 敌其松手抽刀 弹掉飞掠而至的梁刀 继续策马沉没前冲 有两骑连人带马队撞在一起 战马头颅当场碰碎 骑足跃骑马背 两毛戒是刺中敌人胸口 双方同时往后坠落 但都握住了矛 尚未来得及不战 已不战骑 就给双方跟上的骑兵 准备一毛穿透头颅 屡厉惊人的战骑 刻意一毛刺落笛骑 借着战马冲锋于力 抽毛再杀 一名龙象 骑长狠辣一毛 贯穿了两位北蛮子的胸膛 两具尸体坠马时 仍是如糖葫芦窜窜在一起 他腋下夹住凌厉一毛 将没有第一时间果断气毛的 董家骑兵拧下马背 一刀削掉了半片脑袋 和整只尖头 由落马重伤 未死的北莽骑兵临死 仍然砍断北梁马腿 两军互为绞杀 近是瞬间高下 生死立判后 一冲而过 除去几名马战超群的校尉手 不弃枪锚 在前冲突中 不断抽杀敌骑 但也根本不可能 说一骑慢悠悠前行 被十数骑兵围住 任由他一毛扫杀 更不可能因为碰上了 旗鼓相当的敌将 反身再战几十回合 只有一个例外 这条漫长战线的中断位置 仍是出现一个 有为常理的庞大空心员 先前黑衣少年 当空跃起时 给一名手无兵器的 轻受老者 双手拍在当胸 轰然落地 紧接着被十八骑 或马背或下马 轻力截杀缠斗 一方大将 只要亲身陷阵 在春秋时期 便一直是注定要遭受 潮水攻势的醒目人物 这类角色附近 就成为一块大砧板 血肉尸体层层叠加 黑衣赤足的徐龙象 在率军入北马后 哪怕在瓦柱 已经被刻意针对阻截 仍是直到今日 才真正意义被拦下脚步 青山老者 正是提冰山一人之下的公仆 内力雄浑 跟山主常年印证武道 其余十七骑 尽是提冰山 以一抵百的勇夫 更别说还有四十几名提冰山 蓬莱钢顶奴 个个身高一丈 天生力大如牛 习武后就浸泡在药缸中 锤炼至江湖人称伪金刚的境界 只可惜遇上了生儿金刚的徐龙象 只要被少年近身撕扯住 就是分尸的下场 大圈中 已经躺下十几具 缺胳膊少腿的蓬莱奴 此时 徐龙象无视一名提冰山 剑士的剑刺后背 一拳洞穿一位钢顶奴的心口 慢悠悠拔出心脏 随手丢在地上 力剑刺中后背 终年剑士心中震撼 此次分明没有依赖 气机由浮变身去抵御力气加深 三十年禁银剑道 颇为自负 手中剑一剑刺中少年后心 竟然不论如何递加剑气 都不得入肉分好 黑衣少年慢势极慢 快势更快 嫌纳柄清风长剑不够爽利 往后一靠 主动往青芒萦绕的剑尖上凑 不等剑士脱手弃剑 好生生一柄江湖上 小有名气的利剑 就给刹那压弯 然后崩断 少年后靠知识 尾事太快 剑客不仅长剑断去 整个人都给撞飞 胸腔碎裂的一塌糊涂 向后飘落 跌入黄土 死的不能再死 那头黑虎仰天长笑 找下扣住一具 蓬莱巨汉的模糊尸体 轻轻一勾 就将尸体粉碎 鲜血尽头黄沙 黑虎扑向下一位 距离最近的魁梧巨汉 不急于跟黑衣少年 近身搅斗的公普 剑撞怒吓一声 灭畜 黑虎被公普拦腰一掌 打得侧飞出去 落地后仍是滑出去五六丈远 才摇头晃脑站起 一起提冰山舞者 就提枪出来 长枪刺背足足一尺 黑虎浑然不觉疼痛 四脚着地下陷 续尽后连人带马都给扑杀 持枪骑士被这头 齐玄珍坐下黑虎 一口咬断腰肢 触目惊心 在斩摩台被打趴下 对黑衣少年认主的通神畜生 一甩硬如铁的鞭尾巴 在背后彭莱奴从头到胸 划出一道血槽 向前扑倒另一名 汉不畏死的巨汉 后者满脸帐红 撑住黑虎嘴巴 不让他下嘴 黑虎整颗头颅都向下一砸 将那巨汉的手臂折断 并且把他的脑袋 砸得陷入泥土 满脸怒容的公普奔至 一脚将黑虎再度踹飞 一气滚落了十几名 两莽皆有的骑兵 徐龙相全然不管黑虎那边战士 看似轻描淡写一扫臂 就给一名提兵山剑客 揽腰斩断 拉住上半身 悬出一个圆虎 又将一名钢顶巨汉 胸部砸了个稀烂 一名面容木讷的年迈剑客 渐如梨花雨 每一剑点出刺在赤足少年身上 便借着剑尖反弹收拾身形 后撤几丈 来来回回 眼花缭乱 瞬间便是九十余剑 手脚头颅脸颊心口腹部 无意一漏 一连串金石相饥生 清脆非凡 老剑客试图找出这封魔少年的命门 当一剑抵住眉心 见那凶名直追北莽洛阳的年轻魔头 咧嘴一笑 才要趁着剑身微躯复原的后进一步 将到门踏钢步斗 融入身法的剑客 才踩出一步 就让那瞬间 赶至身前的少年 一拳打在左耳侧 老者匆忙运气 抵消七八分杀击 可千军距离所致 身体凭空离地 如同倒栽葱 徐龙向握住双脚 往地面向下一戳 如至毛入地 九副圣明的剑道明家 就给挤压的不见头颅 只见胸口跟黄沙地持平 徐龙向轻轻一脚 踢断这位剑术宗师的双腿 瞥见那柄无主之剑 犹豫了一下 弯腰捡起 轻轻抛起 双掌抵住 剑柄剑尖 一柄剑给何启的掌心 碎成无数片 双手握住剑片 举目望去 瞧见了两名 仅剑剑客 身形抱起 吓得这两位魂飞魄散 顾不得什么名剑风流 撒腿狂奔 一名跑得不够快 被黑衣少年 一掌挥重脸颊 满嘴碎片 面目全非 堂堂剑尸死于 被剑片未饱 凄凉滑稽至极 另外一名剑尸 因为有蓬莱巨汉 副死祖兰 躲过一劫 但已是肝胆剧烈 再无半点恋战的心思 不管事后 是否被提冰山重罚 向后撤去 身形没辱其军 徐龙向尸杀如命 撕掉一名巨汉 正要找寻下一位目标 被公仆以遗迹 取名提山的肩铐 给撞的踉枪几步 公仆怒法冲冠 大踏步前冲 一步一坑 双拳距离撕裂空气 裹挟封杀 傅尔及与这位少年 悍然一击 徐龙向双脚离地 一脚踢中公仆尖头 双双后退 滑出相距十几丈的距离后 又同时止住身体 两人如两军骑兵 如出一辙 对撞而去 公仆一拳 砸在少年额头 少年一拳 回在他胸口 以两人为原心 一大圈黄沙向外 疯狂飘荡 徐龙向吐出一口血水 右拳 砸在左手掌心 扬起一个凝笑 公仆鼻孔 渗出两抹鲜血 轻轻抹去 一旦投入兵力超过万人 然后全军死战至 一兵一族 都不降不撤的战事 春秋以前不见任何实载 春秋中 唯有非子坟一战 那一战人图一子 排在第二的元祖宗 仅留下他一人 他以一万六千青旗 死死拖住了西楚 最为精锐雄壮的 四万重甲铁骑 这才让当时 还未称作 北梁军的虚家军 完成对西楚的战略围困 迫使西楚战力权限 彻底归缩 最终促成了号称 一阵定春秋西磊壁战役 那一战 在非子坟坟头上 护在白雄元祖宗身边的 十六族 皆是寻常士族 因为三十余校尉将领 早已死尽 那一战起始 元祖宗便身先士族 从其战到不战 杀敌将领十六人 一杆银枪杀敌其一百七余 若非臣之暴 为令带兵救援 元祖宗注定死于公主坟 当白衣陈之暴走上坟头时 元祖宗双手扶枪而立 全身是血 血污的不见面孔 一般而言 军力损耗达到三分之一 军心就会开始溃散 春秋中有无数枭雄 借着乱世 伺机揭杆起事 小有气候 便忙不迭自封为王 自称皇帝 但这类鱼龙混杂的军武 大多数遇上精锐正规军 往往是一触击溃 不堪一击 不乏有五六万骑义军 被数千骑军追杀百里的荒唐战士 更不提什么死战不退了 黎阳王朝全臣各怀鬼胎 说顾建堂坐在徐霄那个位置上 也可以平定春秋 却从未想过顾建堂能否带出 袁左宗这样的汉将 带出春秋大定后仍是军心凝聚的 北梁三十万铁骑 葫芦口一役 堪称惨烈 从正五篇后时分 两军开始冲锋 一直杀到了黄昏 葫芦口黄沙弥漫 就不曾停歇过片刻 四千龙象军 跟六千董卓军几乎史无前例地 从马战打成了不战 若非亲眼看见 说出去都没有人会相信 董卓能够在南朝破例占据三大军阵 在南朝庙堂上 敢跟几位大将军红脖子瞪眼 是靠着董自其麾下 共计有六万豺狼之师 这六万兵马 女帝御驾寻边时 曾亲口询问这个董胖子 他日战事大起 肯不肯拿六万换六万 换一个南院大王 言下之意 董卓六万军马足可拼掉 北梁三十万中的任意六万骑军 至于那个奸诈如狐狸的董卓 如何答复 自然无人得知 董卓虽然面沉如水 但嘴角似笑非笑 身后两千游骑兵 始终没有投入胶着战场 北莽西线一路封碎 连同物保军阵在内的完整系统 看似完善 可终归不曾遭受过战事的血腥浸染 花而不时 董卓一直看在眼中心知肚明 却不曾一次在庙堂上提及 像这次八千龙象军孤军深入 竟然一路打到了军阵瓦柱 都不见一缕狼烟 事后吞掉君子管 封碎曾有短暂燕报信 但接下来就南朝就再度成了睁眼瞎 龙象军马蹄所指 李谷冒龙前方的数百座封碎都毫无音讯 连董卓自己都没有预料到 四千龙象军竟然不是去攻打李谷 而是一路奔袭来设服截杀援兵 如果不是自己调 交出来的八千兵马 恐怕就真要给这只龙象军 啃的骨头都不剩了吧 董卓还在等 这次突发战事 他的齐军虽说也是一路及时增援李谷 但也称不上一代劳 只不过相对经历两场恶战后的龙象军 还是要占据优势 董卓想到了四千对四千会陷入颓势 但没有想到两千由齐军参战 还是没能一举打垮掉 如弓弦崩倒极限的龙象军 董卓抬了抬屁股 依稀可见战场上黑衣少年 和提兵山公谱的身影 这个胖子嘖嘖道 真是能打呀 好不容易舔着脸 跟老丈人从提兵山要来的十八旗 加上四十几个蓬莱巨汉 有公老爷子坐镇 就还是差不多都给宰光了 这仗打完 媳妇还不得几天不让我爬上床 一名游齐将领策马来到董卓身边 低声询问道 将军 董卓摇了摇头道 不急 健壮将领小心翼翼问道 将持下去 龚山主恐怕救药 董卓直接了当说道 就是要等到他死 跟随董卓多年征战的将领 毫无异样 面无表情地安静退下 当下天色就跟顽劣孩子 往白纸上泼墨一样 墨越多 夜色越来越浓 战事终于将歇 董卓招了招手 那名将领迅速赶来 这个胖子笑道 传令下去 咱们两千骑去杀那名黑少年 盯着他杀 其余龙象军残余都不用理会 谁摘下那少年头颅 是去南朝庙堂 当个十拳四品大员 还是在我董卓挥下 观声三接 随他跳 将领咧嘴会心一笑 沉声道 得令 董卓提了提律拳枪 终于要亲身陷阵 六千军马 换四千龙象军 和一颗人徒刺子的脑袋 值不值 董卓冷笑道 这趟老子看来是要转打发了 葫芦口外五十里 八百骑兵纵马狂奔 一律百马百甲 为首一名俊义高大骑 将手提银枪